1.2.1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輸王國之類 我說為 終於到這個時候 有人發現怎麼樣在最新的版本 1.2.1的版本 複製武器 複製你的弓 還有複製你的盾牌 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複製的話 我們現在人在監視堡壘這個地方 我們從監視堡壘這邊 跳下下面的避難壕 然後我們往後面走 後面有一個小洞 這個地方叫王族的密道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影片的話 我沒有進來過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這個地方本來是很多很多的石頭 你就一路把這些石頭炸掉 你會在旁邊看到一個石像 然後再繼續往裡面走 就一路把這邊的石頭都炸掉以後 然後找到深處 你會看到萊克萊克 在這邊 這個萊克萊克要幫助我們 複製我們的武器盾牌還有弓 我們就跳下去 那如果大家想要複製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你身上的武器都取消掉 比方說我現在有這個弓 我把它取消掉 我按解除 然後我選這個盾牌 我把它取消掉 然後這個武器我會把它取消 身上光溜溜的 沒有武器沒有盾牌沒有弓 我們就可以來複製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要選 儲存 在這邊儲存一下 等一下複製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一些意外 如果有什麼意外的話 我們就重新讀檔就好了 儲存很重要 儲存儲存儲存 很重要所以說三遍 儲存好以後 我們就來開始複製 那我們就走到前面一點點 走到萊克萊克的前面 你知道萊克萊克會不會把你吃掉 我們就是故意要讓萊克萊克吃掉 我們想要我們靈克跟操縱感 一起被萊克萊克吃掉 為什麼會有人會做這個事情 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我是看YouTube的影片裡面 有人這樣子做 我看的影片是Yung Gaming的頻道 他的頻道Yung Gaming 他有介紹怎麼樣複製 那我把他的影片 原始的影片 放在我的影片下面的這個 迅速內容裡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原始的影片 或者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我很熟 我來帶大家複製 你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你想要讓 萊克萊克 跟 把你跟操縱感一起吃下去 方法是這個樣子 你在他的前面 不要太近 大概這樣就好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操縱感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 操縱感會放在比 林克前面一點點 所以操縱感一出來以後 林克就往前面走 走到有一個字樣說 可以操縱 按A是操縱的時候 你就停在那個地方 等待萊克萊克吃你 然後等到萊克萊克吃 但是他這個很詭異的 這個方法很詭異的就是 他要讓萊克萊克 在吃掉你的時候 林克剛好踏上操縱感 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如果太快的話 林克會被打破 如果太慢的話 萊克萊克會把操縱感吃掉 然後林克不會被吃掉 你就浪費一個操縱感 你可以重新獨擋 我再說一次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是讓萊克萊克 把林克跟操縱感一起吃掉 而且是林克在踏上操縱感的那一刻 然後萊克萊克就剛好把它吃掉 要怎麼樣做到這麼剛好的事情 萊克萊克要吃你的時候 你可以看他的舌頭 他的舌頭或者他的眼睛 跳五次的時候 跳了五次 就是準備要吃你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操縱感放下去 然後萊克萊克要吃 然後林克往前面走一點點 然後準備要踏上操縱感 可以按A 就踏上操縱感的時候 看萊克萊克的嘴巴 舌頭 跳五次 然後我們就剛好跳到這個操縱感 希望可以成功 那我們就來了 我現在已經放出我的操縱感 然後往前走 有操作這個字樣 然後萊克萊克可能要吃我們了 如果他沒有要吃我們的話 我們可以 吹個口哨叫他吃我們 好像 1 2 3 4 5 這樣 如果準的話 他就剛好吃掉你 這時候不要動 讓他慢慢阻絕你 他就把林克吐出來 有時候他吐出來的時候 林克沒有隱形 但就失敗 你要獨擋再重新來一次 那如果成功的話 就像這個樣子 他吐出林克 林克是隱形的 Bug出現了 林克是隱形的 找到萊克萊克 又吃掉林克的時候 林克就會現行 像這樣你就成功了 你往後面這邊走 這邊有石頭這個地方 爬上去 然後回到我們來的這個地方 大家跟我走 超熟的 在我們再走到 原來這個路的過程當中 歡迎幫這個影片按個讚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訂起來 然後就一路走到這邊 有柵欄這個地方 看有柵欄的地方 就不要再走了 在這個地方 我們通天樹上去 大概 大概 在這種 好像有石頭這個地方 我們通天樹上去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你想要通天樹的話 你會發現 你沒有辦法通天樹 你怎麼都沒辦法 把選單按出來 那怎麼樣才能按出來呢 你就是 在這個地方 把你的操縱桿拿出來 然後踏上操縱桿 然後再離開操縱桿 這個時候 如果你現在要通天樹的話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就在有石頭的地方 然後我要通天樹上去 就可以通天樹了 像這樣 通天樹上去以後 你會發現靈克 變成隱形的靈克 看不到靈克 如果這時候 你看到靈克怎麼辦 重讀檔再來一次 好這樣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 看不到靈克了 那我們想要看到靈克怎麼辦 我們想要 讓靈克能夠 做繼續複製的動作 我們想要看到靈克 我們就要拿出一個操縱桿 這樣 拿出操縱桿以後 靈克還是隱形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 讓靈克 能夠現行的 讓靈克可以踏上操縱桿 他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按減號 然後我們看回憶 回憶在哪邊看 選冒險筆記 然後選下面這邊 有回憶 任何一個回憶都可以 你就看一下回憶 然後你不用完全看完回憶 回憶一出來以後 就按X跟加 先按X 然後按加跳過 跳過回憶以後 你可以按B 回到遊戲 你跳出選單 按B跳出選單 回到遊戲的時候 靈克會有大概一兩秒的時間 會變成現行的 他會出現 他不會隱形 他會現行 那就是在一兩秒的時間 我們就讓靈克跳到 這個操縱桿上面 靈克就會現行了 好 這樣 現在靈克是隱形的 然後我們按B以後 然後靈克靈操縱桿會有一小段距離 跟剛才一樣會有一小段距離 所以我們按B 然後一面按B 然後馬上 把方向桿往前推 讓靈克往前走 然後一面按A 希望靈克可以站在操縱桿上面 這樣靈克就不會隱形了 像這樣 我先按B 然後馬上推 把方向桿往前推 然後按A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還是隱形的話 就再看一次 就再看一次回憶 按B 然後往前推 然後按A 希望靈克在現行的那一秒鐘 可以踏上我們的操縱桿 像這樣B 然後馬上按A 像這樣 然後往前推 然後就站在操縱桿上面 做到最多你很了不起 我們可以複製了 然後我們按B 取消 這時候靈克 雖然沒有 站在操縱桿上面沒有操作 但是他還是現行的 這樣這個時候我們來把我們的 想要複製的東西 裝上去 這樣 我們打開加號 然後選我們想要複製的武器 比方說想要複製這個白鷹來尼爾利刃 七寶匕首跟白鷹來尼爾刃角 138的攻擊力 各位觀眾 我們要複製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來複製 這個 有火箭的海利亞盾 然後選你要複製的東西 我想要複製個三連弓 我喜歡大舊弓 都選好你想要複製的武器以後 不要按B 按-號看回憶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回憶 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取消回憶 按S跟加特取消回憶 取消回憶以後你按B 你會發現林克又是隱形的 現在跳出選單 按B跳出選單 你會發現林克又是隱形的 這個時候你就按加號 然後選你不要的武器 比方說我不要這個 然後我也不要七寶盾 我不想要七寶盾 我想要海利亞盾跟火箭 我不想要七寶盾 這是我不要的 現在就選你不要的武器 然後武器我不要的這個 紅寶石杖我不要 裝備你不要的武器 裝備你不要的武器以後 按B退到遊戲 然後再按加號 進入選單 然後把你不要的武器 丟掉 這邊把它丟掉 不是解除丟掉 丟掉以後不要離開選單 不要離開選單 直接按減號 看一下我們的回憶 然後還是一樣可以按S跟加號 跳過 然後你按B 推出以後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武器 成功複製出來了 不過現在靈克沒辦法拿這些武器 而且現在靈克是隱形的狀態 那靈克在隱形的狀態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你本來的武器 裝起來 像這樣 本來我們選不要的武器 現在我們選 我們剛才是我們要複製的武器 剛才複製武器 先選起來 選起來 選起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回憶 然後按S跟加 跳過回憶 接下來我們按B 離開 離開的時候 離開可能還是隱形的 離開隱形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按A 讓他靈克可以現行 再一次 我再看 就是什麼時候 離開隱形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按A 讓他可以站在操縱桿上面 他就會現行 像比方說這邊 我來按 跳過回憶 然後我按B以後 馬上按A 離開就會現行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出 拿起我們剛才複製的東西 講這大概就是複製的過程 那這個方法感覺很複雜 有時候要到操縱桿上面 然後有時候要看回憶啊 有時候會弄亂 你知道嗎 我發現 他後面的機制是這個樣子 比方你站在操縱桿上面 然後你按B 現在就是沒有操作 這是有操作 這樣按A就是操作中 然後按B 就是沒有操作中 如果是沒有操作的時候 你按 看你的回憶 然後跳過回憶 然後離開選單的時候 你會是隱形的 比方說像這樣 按B 這樣跳出選單 你會是隱形的 你什麼時候還要在現行的時候 你就 再看一次回憶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你就再看一次回憶 再看回憶 然後 跳過 然後離開選單的時候 你馬上按A 它就會現行了 像這樣 離開選單的時候 它有短暫一兩秒的時間 它會現行 然後如果這時候按下操縱桿 就會現行 所以什麼時候我想要隱形的話 我就 離開這個操縱桿 像這樣 離開操縱桿 然後選回憶 然後跳過 然後你離開的時候 就會是隱形的 在隱形的狀態下 你選 你不要的東西 比方說這次我選 這個38的這個 這是我不要的 然後我也不要 比方說我不要這個 這個好了 這個沒有火箭盾 我選這個 選這個不要的 這是我不要的 然後在你 然後按B 然後按B 現在還是隱形的狀態 然後在你隱形的狀態的時候 把這些東西丟掉 丟掉以後不要直接回去 不要直接回遊戲 然後你要按-號 看回憶 然後按- 然後按- X跟跳過 跳過回憶 然後在按B的時候 就會出現你複製的東西 不過你現在會隱形 隱形要怎麼辦 大家還記得嗎 再看一次回憶就可以了 然後加強-跳過回憶 然後這次你現在是隱形的狀態下 你要怎麼樣才能現行呢 就是按B以後 然後馬上按A 這樣就會現行 不過我剛才有少了一動 如果你這樣子少了一動 就是我剛才少換了武器 如果你少換武器的時候 你現行的時候 你會帶的東西還是 你不要的東西 比方說這樣 像這樣 按B馬上按A 現行的時候 我還是穿戴著我不要的東西 這時候你看起來是你不要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你 已經要複製的東西 其實這沒有問題就對了 就是你還是有複製 如果你這時候選回 你的武器的話 你複製的武器的話 這樣 沒有關係 沒有差 可能有點複雜就對了 我再做一次喔 比方說我現在 現在是現行的 然後我再隱形 現在要隱形 怎麼隱形 就是在操作的時候 先按B 退出 在這個退出的狀態下 看一下回憶 然後 離開回憶 這時候就有隱形 在隱形的狀態下 換 換你不要的東西 這已經不知道換什麼了 算了 這個我就不換了 我就換 比方說我換這個 這是我不要的 然後武器的話 就要來換一個 這個 好 這是我不要的 然後我按B 現在還是隱形的狀態 在隱形的狀態下 丟掉 你不要的東西 然後不要離開選單 然後看冒險筆記 然後按X加跳過回憶 然後這時候如果你按B的話 你會是隱形的 你會是隱形的 然後會出現你複製的東西 比方說按B 我會是隱形的 可是出現我複製的東西 我現在沒辦法拿 我要怎麼拿 我要現行才能拿 在現行之前 剛才我忘了做一個動作 在現行之前 我先換我剛才複製的東西 比方說我複製的是這個 然後我還複製了一個 這個 好吧 你複製的東西拿起來 然後再選 冒險筆記這邊 讓你自己 能夠秀出來 這樣 我們跳過回憶以後 按B 離開選單以後 馬上按A 這樣立刻就會現行了 然後就可以拿你複製的武器 這樣大家可能實際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我再做一次喔 比方說我現在 站在上面 然後按B 我現在讓我自己變成隱形的狀態 然後按B我就是隱形的狀態 然後在隱形的狀態的時候 選你不要的武器 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要什麼東西 我來把這個武器丟掉 這39的 我不要的武器 然後弓的話就選這個 這是我不要的弓 我選不要的武器以後 按B 還是它是隱形的 然後我再進入 把不要武器丟掉 要在隱形的狀態下做這個事情就對了 它的意思大概是這個意思 拿出來 拿出來 然後這個也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不要 不要退出 不要按B 要按-號去看回憶 等到你看完回憶再退回來的時候 靈克還是隱形的 不過丟出來的東西 就會是你想要複製的東西 不過這時候靈克沒辦法去撿 怎麼辦 大家已經知道了 就是看回憶 不過在看回憶之前 要先把 你的武器裝起來 我差點忘記了 沒有裝其實也沒關係 就是要把它裝起來 就是你剛才複製的武器 把它裝起來 裝好以後我們就可以去看回憶 就是要讓靈克現行去拿那些 複製的東西 我搞了好久我才懂這個原理 好醬 我們現在如果按B 按B的話 靈克還是隱形的 所以如果要線行的話 你按B 然後馬上按A 它就在操縱桿上面 它就會線行 然後我們就可以撿 我們剛才複製的東西 哇 現在已經好多好多大鞠躬了 我超愛大鞠躬的 然後有好多好多 白銀萊尼爾的利刃 像我就複製到這個地方好了 大家反正知道 大概是什麼意思 我已經重複過那麼多次 然後把我自己的想法 就融會貫通在裡面 希望對大家玩遊戲會有幫助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祝大家都能夠複製很多很多 你喜歡的武器 你喜歡的弓 還有你喜歡的盾牌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訂閱訂起來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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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